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到12度到15度 这样清晨到中午温差大 差到将近10度 所以也提醒如果有心血管疾病的朋友 一定要多多注意身体的状况 还要注意天气变化了 那我们再来关心明天详细的温度预测 北部地区12度到24度 降雨几率是0 中部地区12度到26度 降雨几率是0 南部地区15度到27度 降雨几率是0 东部地区13度到25度 降雨几率是10% 外岛地区13度到24度 降雨几率是0 那提醒大家了 西半部地区因为这几天 都是受到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 早晚都是偏冷的 而且呢 其实从清晨到中午 温差大会差到将近10度 白天温度就会比较温暖 提醒大家 我们最好出门都是采洋葱式的穿法 那么也提醒哦 有心血管疾病的朋友 一定要多多注意身体状况了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气场资讯